蔡英文一開始講那句話 大家就很生氣 叫做關心藻礁永存 關心藻礁已永存 那請教大潭呢 大潭呢 三階是蓋在大潭 那大潭呢 你告訴我 四個這回答好不好 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大潭這個選項 所以這個大潭一樣受到保留跟保護 他就不敢講是永存 那有沒有保留跟保護 至少我看到在潘老師的眼中 應該是不及格的 剛剛看到有這個藻礁的墳場 我們也看到那真的是很大一片 那所以這個蔡英文有幾個爭議點 蔡英文告訴大家 有沒有用面積 用田國地方開發面積 從馬英九的232縮小 九成了已經到了這個23公頃 所以剛剛這個潘老師 給了大家一些內幕資料 那我再給大家爬梳一下 到底怎麼開始的呢 2018年我們要回到了這個賴清德 他當時是行政院長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的背景是什麼 那時候是正在選舉 那新北的部分看起來就是不太妙 新北的這個支持度 民進黨的支持度一直起不來 但是桃園是算是相對穩定的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宣布 幾乎沒有溝通 突然之間宣布深奧換官堂 記不記得我想這個稍微有點資歷的媒體朋友 我們都記得那個新聞炸鍋了 天啊可以這樣換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你知道嗎 這個雖然這個新北人高興 但你把桃園當什麼 是不是這個概念 為了這個新北的選票去犧牲桃園 而且要求環保署就配合辦理 沒有什麼溝通協調 沒有這樣的餘地 沒有討價還這樣的餘地 就叫做配合辦理 所以當時輿論炸鍋了 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 以前就是社運人士 後來進去幫賴清德之後 也沒辦法後來隨機請辭 他的壓力三大 請辭獲准當天 這個案子就通過了 被稱為是台灣環評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還好像潘老師 像蔡律師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環團接手 接下來沒有放棄過 眼睛盯著牢牢的 所以這次的公投 我要告訴大家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 因為它是我們台灣史上 第一個由民間發起 而且沉岸的生態保育類公投 門檻很高 當初安全的門檻35萬份 在這邊又創造了一個奇蹟 你記不記得 說實在以前 大家都不太認識潘老師 根本不太認識 就突然之間炸了鍋 到2月24號還缺24萬份 我聽蔡律師講說 當時都已經絕望了 陷入絕望 就鬧抠零 24萬份 怎麼可能 就突然之間跟野火燎原一樣 這個訊息傳達出去 大家都被感動到 然後潘老師的故事 大家知道之後 很多人還跑去看 或是上網去找這個紀錄片看 看了以後 我覺得那個心就暖起來了 所以整個像是發動引擎一樣 台灣一呼百應 名人響應30個學校的串聯等等 不得了 你看到了沒有 2月24號到3月18號 跟雲霄飛車一樣 一下子突破了70萬份 被認為是奇蹟 蔡律師你跟大家回憶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你當初剛開始的心情 有多麼絕望 到後來有沒有你也懵了 怎麼搞的 大家突然關注到我們 之前你們付出了多少努力 是不是也看到了很多官員的嘴臉 對 因為其實我們會走到公投 其實是已經有點走投無路了 就像剛剛講的 記者會開了100多場 然後訴訟或者是說提保護區 我們保護區 是依照三種不同的法律 文化資產保存法 然後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 然後去申請 中央我們也跑 地方我們也跑 然後都推來推去 沒有人要負責 我們已經帶了一種走投無路 因為遊行也辦過 就是我們想得到 甚至學者他們做了很多研究 發表報告 然後開論壇也都沒有用 後來走投無路 就有人說我們去試公投 其實一開始覺得很困難 就是我們都是一些 很小的環保團體 資源非常有限 覺得公投 好像不是我們這種小團體 對 連續動員等等 需要很龐大的資源 對 但是因為我們會覺得 什麼路都試了 好像真的到了一個走投無路 就覺得死馬丹 活馬一 就是有點最後一波的那種想法 那當時大家就說 請大家二月底以前 把那個就是連署書寄回來 那其實大家都滿節儉的 就說我們會想說多累積一點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沒有資源 我還記得因為我們沒有資源 我們甚至連署書很多次 就是我們把它掃成電子檔 放QR Code 然後請大家自己自助式的下載 自己列印 然後自己寄回來 像我們那時候 常常都帶在身上 然後遇到認識的人就去簽 然後後來也是有學生 很多的校園串 連大家一起幫忙 然後到最後二月的時候 我記得到時候有好幾個連署點 你記不記得 超多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很多媒體是放了QR Code 放了那個連結等等 讓大家自己去下載 就是把它弄得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好拿 你就不用親自跑一趟 對 就是有點半自助式 過程中 我覺得你應該 這個心情起伏滿大 從你剛才講陷入絕望 到後來你知道 不但人體希望 而且很漂亮 你們等於是說門檻的一倍 高過最過 不習定攻略過 史上最高的連死數 對不對 史上最高 對 那什麼感覺 覺得很像有神明在保佑 因為真的是本來覺得好像 真的我們那時候覺得 死馬當活馬 自己都沒有辦法報效 可是我們還是覺得 在期限之前還是要努力 大家要努力看看 那個過程中 最讓你感動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很多人 自發性的響應這些事情 因為說真的 以我們這些團體的資源 其實是沒辦法的 其實真的是靠很多 志工去幫忙 你看他自己花自己的錢 把他印下來 像有些工頭 他們資源比較多 他們可以印什麼 甚至回郵什麼 然後我們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自己自助式 把它掃出來 然後自己印出來 然後我們甚至也很多小朋友 就是變成說小朋友 就高中生或大學生 他們就拿一疊 他們自己找同學簽的給我 對 就是我覺得很多人的 參與跟協助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告訴我們 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 只看你要不要做 我覺得就是說 只要你願意做 大家都會幫你 當然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是 其實這是全世界的 主流價值 包括生態 而且特別是我們台灣 地下人種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彈丸之地 我們台灣的資源是有限的 像藻礁這個東西 你現在毀掉了是怎樣 七千年後再過來看一看 它長出來沒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必須在這裡 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個很硬的題目當中 充滿了很多很多的溫暖 包括我們看到 這個讓人家感動的 就是這個潘老師 潘老師的故事說實話 在當時這個連署的時候 我看到你寫了一句話 叫做什麼 丞相刺劍對不對 是不是 是 我覺得你很有新聞梗 那時候我覺得你還滿適合當記者 但是你抓到了這個新聞梗 所以你再寫了這四個字之後 我看到那個連署一下子飛起來 不是因為我寫那個 應該是之前他們自己 就幫我們把建設過來 也就是其實粉紅風暴 這些剛開始的時候 量也不是很大 可是他們一發現到我們那個量 開始快速的飆升了 他們就開始做梗圖 經濟部的梗圖一出來 大家一看就傻眼了 就是根本都是謊言 說這個地方沒有挖藻礁 明明填土的區號 就是一定會把藻礁挖掉 他們還策略自己說 沒有在另外填海造陸 圖上面就畫了一塊 21公頃的填海造陸區 所以那些所有的梗圖 正好都在打他們自己的臉 那這麼一打臉 大家知道了之後 就對這個議題更有興趣 所以連署書就真的是像 當年的那些劍一樣 不斷的就送進來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謝 所以今年起伏很大 從剛開始覺得沒轍了沒望了 對不對 也只能這樣了 到突然之間 那個雷叔叔雪片般飛來 這個潘老師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他現在是公投領銜人 然後他是花蓮的示範學校畢業 那麼他是自然科的小學老師 那麼投入環保運動 那麼正因為他比較素僕的身分 我覺得真的是感動了很多人 家裡面可以說是有小有老 對不對 媽媽年紀也很大了 他其實大可以在家裡面 照顧母親享受天倫之樂 另外一位關鍵人物 是中研院的研究員陳昭倫 那麼他是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也是台灣大學的一些教授等等 他對於這個專長 他的專長是這個珊瑚 教的生態跟環境的變遷 正是他就發現了柴山多灰桶珊瑚 這個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知識 還有一位大家稱這個藻礁媽媽 如果你對他有興趣的話 你去上網看 他故事真的是還滿溫暖的 但是他有點尷尬 我們今天一直很想找他 超想找他來的 他自己有三個孩子 聽說戲稱叫做藻礁一號 藻礁二號 藻礁三號 他以前是學森林的 但是從森林 因緣際會 走到了這條路 聽說他常常在那邊 廢寢忘食的觀察 這些藻礁裡面的生態 非常美麗 美麗到他有時候是 忘了吃飯這個概念 但是他在農委會 也就是說他算是公務員 這個身分大家知道 那個陳吉仲 這個大家知道 所以不太方便來 我說我們沒有邀他 免得他為難好不好 來到這邊這不是害他嗎 但是他非常的專業 他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包括我叫蔡律師 你好像就是聽了他的演講 對 誤入歧途 不能說誤入歧途 就要被感召過 誤入歧途 十幾年前 對 好 還有一位 還有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蔡律師 環保律師 他講了一段話 我看了以後我也覺得 很感慨 他本來以為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大陣仗 去參觀這個藻礁 去來到現場這個考察 他會像馬前總統 去看國光石化一樣 以為會宣布 國光庭建這樣 去宣布三階庭建 但顯然是你的幻想 現在幻想破滅了 你本來真的以為這樣子 對 因為人家說 蔡英文總統要去找交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會突然跑去 是不是要宣布 什麼重大事件 然後我們就回想 三階千里 對 因為以前我們反國光抗爭 也是抗爭得很激烈 就做政府 總統就說完就說 他要去看大臣實體 看完以後 他後來就宣布國光策案 然後大家就很高興 然後我就想說蔡總統宣布 就是那種以前的歷史會重演 結果好像沒有 覺得有點失望的 對 這個大謙你怎麼看 大謙也是一個桃園人 對於桃園人最了解 當然你看這個蔡英文總統 說實在的 他昨天在現場 我真的覺得這個稿子 其實是可以寫得好一點的 特別是他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三階沒有蓋在藻礁上 還有他要硬拗這個藻礁永存 是這個觀星藻礁永存 我覺得這個部分說實在的 你不管說從他的個人危機的 公關處理 從新聞媒體的操作來講 我覺得都算是滿不成熟的 因為這個東西 就像是潘老師講的硬拗 這就是硬拗 你看到今天這個媒體上 說我炸鍋了 你到他的臉書看看 下面一片罵聲 大家都知道你當初講的 感動了多少人 所以你就是因為感動了很多人 大家把票投給你 投給你的時候 就等於是同意了 你對於藻礁的一個態度 現在你收回了你當初的初心 是不是 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其實守護藻礁 是桃園人的驕傲 藻礁它不只是桃園的資產 它也是台灣的資產 更是全球的資產 所以身為桃園的一份子 我們當然希望盡一切的力量 來守護住地球重要的 這個自然生態景觀 蔡英文的談話其實有兩點 其實就徹底的證明是個謊言 第一個就是剛才這個潘中正老師 已經戳破了 三階就是蓋在藻礁上 棧橋的橋墩下面就是藻礁 但第二個就是蔡英文一直不斷的 強調說觀星藻礁已經永存了 剛才潘中正老師講到了 其實桃園的藻礁生態系 總共是27公里 它北邊是從竹圍漁港 南邊大概到永安漁港這一段 所以分成幾個不同的藻礁生態系 觀星藻礁是最南端 它的上面是大潭藻礁 大潭藻礁上面是白玉藻礁 白玉藻礁在上面是草塌藻礁 只有4.3公里對不對 差不多 是不是 所以這些藻礁生態系 是連在一起的 它總共是27公里 那麼剛才潘老師也提到了 我們擔心的是 污染跟破壞的外溢效應 就是你大潭藻礁的隔壁 就是觀星藻礁 你把大潭藻礁給破壞掉了 你怎麼會保證說 這個外溢不會外溢到的觀星藻礁 跟北邊的白玉藻礁 它是一樣會擴散出去的 特別是在這一次 我們看到這個桃圻礁政府 還出來吹噓 他說大潭藻礁的生態系 變得更多元了 為什麼更多元 因為有很多生態 是從觀星藻礁外溢過來的 我心裡頭想說 你只看到了生態可以外溢過來 你難道沒有看到污染跟破壞 也可以外溢過去嗎 所以這是同樣的道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蔡英文憑什麼來跟我們保證說 觀星藻礁可以永存 我一點都不這麼認為 好我剛剛問這個網友的問題 蔡英文說觀星藻礁以永存 大家都說那大潭呢 網友留言四個字回答 我們來回收一下網友意見 汪妹妹說大潭呢裝瘋賣灑 女皇獨裁 麗英說挺潘老師 麗芬說視而不見 講得太好了 威廉不可思議 敬案不復初心 再來 邵國論文封存 藻礁永存 求準我的笑點 好 謝謝 親和小兄弟 親和你 再找我 可不可以 讓我補充 財政 角色 就要 測器 便 了 我也